某天晚上几个男子在街头独打一名女子 当晚该女子就被残忍杀害 而这一切却被在首尔金融业独自打拼的单身女子郑海员撞见 警方传讯海员指针凶手 担心惹祸上身的他选择了隐瞒真相 回到公司后 海员在上厕所期间被一把拖把抵住了门而出不来 他误认为是同事智秀导的鬼 于是对智秀大打出手 最终他在街上厕所 不得不被迫休假 利用休假 心情烦躁的他回到了阔别人依旧的家乡舞蹈 岛上仅剩下九个人 虽然风景秀丽 但是男尊女卑的现象却十分严重 在这里 海员重逢了童年的玩伴金福南 金福南是一个温和开朗 任劳任怨的女人 但是她的丈夫万宗和家人都视其为猪狗 她不仅被小叔子欺负和凌辱 还经常被丈夫任意毒打 她一忍再忍 甚至丈夫当着她的面着记 她都选择沉默 连妓女都替她感到不止 愿意协助她逃跑 某日金福南在收衣服时 从万宗的裤子里翻出了女儿的内裤 她知道万宗的魔爪已经开始伸向女儿了 这已经触碰到了她的底线 担心女儿安危的福南 请求海员帮助她的母女逃走 但海员却认为 这是她想要去首尔故意编造的谎言 为了得知真相 海员向福南的女儿谈心 女孩天真的笑容溢于言表 在一个老奶奶的告知下 她才得知女孩并非万宗亲身 并提醒海员最好少管闲事 早点离开 傍晚福南趁丈夫睡觉时 联系好妓女 希望她能前来接应 很快妓女带来了一艘船赶了过来 不料船夫却是万宗的朋友 故意拖延时间不肯开船 这时万宗追了过来 一上来就是对福南的一顿暴打 其他人都视而不见 女儿上前阻止万宗 却被万宗推倒 撞到石头不幸死去 这一幕幕的惨状 被站在远处山坡上的海员看在眼里 女孩的死亡惊动了岛外的警察 但在取证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为万宗开脱 就连目睹真相的海员 为了明哲保身 也谎称没看见 过后海员就被小叔子的一碗明药汤迷晕了 正当他准备强暴海员时 福南突然出现赶走了他 而这一幕让福南想起了往事 小时候他俩遭到四个男孩的欺负 多亏了福南的保护 海员才保住了真杰 而福南自己却遭到了侮辱 女儿的死亡 给福南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他已经生无可恋了 在男人们出船期间 忍无可忍的他将老太太逐一杀死 其中一人被逼得走投无路 掉下悬崖摔死 当男人们回来后 福南毫不留情地杀死了小叔子 砍伤了船夫 但一个弱小的女子 怎能对付得了一群堵牢 他被万宗制服后 绑在家里殴打 正当万宗准备杀死福南时 关键时刻 福南的示弱 激起了万宗的一丝丝怜悯之心 福南趁其不备 咬掉了他的手指后 用嘴掏起刀刺死了万宗 恐慌的海员 趁船逃离了小岛 而福南化了妆 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也离开了小岛 他看到了警察 带走了海员 于是便跟着来到了警局 准备杀了他 海员发现大事不妙后 赶紧逃跑 并向值班的警察求助 但警察早已被福南打晕 慌张的海员 将自己反锁在牢房内 以此来躲避追杀 正当福南准备开锁时 却被醒来的警察射中 身受重伤的他 凭借着意志力了结了警察 进入海员的牢房后 受伤的福南在与海员厮杀时 被海员用笛子插紧了喉咙 最终死在了海员的怀里 此时的小岛上 仅剩一个从没欺负过福南的老爷爷 他为岛上的每一个人 建好坟墓后 就安详地死去了 经历了这一切的海员 性格也发生了转变 他不再逃避 不再冷漠 只占了之前目睹的凶杀案的凶手 他打开了之前福南寄给他 而被他遗弃的信 每一封都是福南对他的思念 本篇除了感伤还是感伤 除了绝望还是绝望 惨剧的发生归根到底 来源于两个字 自私 这么多人的自私和冷漠合在一起 将一个善良的女子变成了恶魔 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